作者李约热泪奴 这一次被道德卫士盯上的是西安的华清宫 近日有男子发视频吐槽说 华清宫的杨贵妃雕像坦胸露乳非常不雅 男子吐槽华清宫杨贵妃雕像坦胸露乳非常不雅 唐朝开放 杨贵妃就是再开放也不能这样吧 华清宫景区对此回应称 贵妃入狱雕像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落成 由著名雕塑家潘贺教授创作 当时雕塑方案通过了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现在有游客提出异议 景区会记录并向上级部门反映 景区还把雕塑的背景和来由进行了详细说明 比如说为啥坦胸露乳 因为是入狱前自然是不穿衣服的 某媒体在网上发起的调查显示 多数网友认为该男子满脑封建 吐槽行为属于没事找事 但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网友 对裸露身体有爱观瞻的说法表示认同 认为雕像不符合国人审美 应该撤除 上世纪90年代落成的 一直平安无事 没人觉得不妥 到了现在 反倒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我认为 这个调查里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很可怕 如果它是一种真实反应的话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回到改革开放之处 1979年 北京新机场大楼壁画 铺水节 生命赞歌 出现了全裸的女性画像 引起轰动 到新机场看惯女壁画 一度成为北京人一种口耳相传的时尚 那时私家车少之又少 很多人于是起自行车前往 为机场公路带来了一股滚滚自行车流 微微壮观 国外报刊惊呼 中国在公共场合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 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具有真正意义的 一个未经证实的方先传言说 前些年 某香港富豪每次到北京 都要去机场看看那幅壁画是否还在 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一种参考依据 当然这幅灌女壁画面试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据说当年有人恨不得把画家袁运生直接送进监狱 有人回忆最后邓公亲自出马到机场看的究竟 看过之后他评价说我看没的啥子吗 就是他的这句话保住了泼水节这幅壁画 同样是那年五月 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上 刊登了一幅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巨照 也一度引起了渲染大波 顺便说一句 当时的杂志期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60万册 在一些地方 一本大众电影甚至和一只老母鸡等价 可以说就影响力而言 当时该杂志上的任何一篇文章 都是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爆款文难以比拟的 一位读者愤然投书报社 他在信中称 我也不反对爱情 我们应当提倡无产阶级的爱情 应当提倡中华民族风格的爱情 那些洋大人们腐朽的爱情 那些搂搂抱抱 亲亲吻吻的爱情 我看不宣传为好 因为毕多利少 他认为 你们这样做 我看是居心不良 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 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 同志们 不要以为杨大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他继续用一连串排比句式 大义里然的发难 难道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 难道九亿人民大众 在新长征途中 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 你们吃着人民公社社员 农场工人种的粮油 穿着工人织的布 住着工人盖的房子 我们的战士保卫着你们的安全 难道是他们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精神刺激吗 不过参与讨论的一万一千二百封读者来信中 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还不到百分之三 当年第十七大众电影刊发了一篇题为 寒流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读者来信综述的文章 并附上了部分参与讨论的读者来信 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 这是四川乐志县陈尚荣等六位普通工人的来信标题 他们自认文化水平不高 说不出深奥的大道理 但他们的质疑却一针见血 最可笑的是他还要把他的那个极为错误的观点 强加到九亿中国人民头上 而他竟能代表九亿中国人民 这可是不能容忍的了 强烈否定了那封读者来信后 他们又热情地鼓励作家和艺术家们 放心吧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们 人民会支持你们 历史的调诡 滑稽乃至荒诞之处在于 当初那位被一张吻罩打足了鸡血 甚至扬言要报复杂志社的读者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 他本人也紧跟时代 爱上了跳舞这类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 请注意 参与讨论的11200封读者来信中 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 还不到3% 而某媒体的杨贵妃雕像调查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网友 对裸露身体有爱观瞻的说法 表示认同 这两者的比例之悬殊 令人惊讶 改革开放已过去了45年 但是不但一些早已消失的争议场景 重新出现在视野之中 而且道德卫士们的阵营 还有扩大知识 呜呼 福福和言 最后 我想说一个细节 据说不少游客会摸着雕像的胸部拍照 雕像乳头 甚至曾一度被人掰下 后来给重新沾了上去 不知道这些摸着贵妃胸部拍照的人 就像孔庆东摸着朱莉叶雕像胸部拍照一样 跟投诉雕像坦胸露乳 显得不雅的 是不是同样一拨人 人大人 没有 人的 人